香港已經回歸祖國 商業模式要與國內的政策步伐一致 香港才可以有運行 從前在港英政府時代裡 香港人只是顧著埋手經濟 不用理政治 但是回歸之後 香港只是中國眾多城市的其中一員 雖然香港行的是資本主義 與國內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同 但是香港需要靠攏內地 才可以享受到祖國未來的經濟增長 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 國務院推動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政策 一時之間大量的呼化器出現 需要找人協助年輕人如何去特位 呼化器其實是一個平台 讓不同背景、不同理念的人聚在一起 互相啟發和共用一些資源 幫助他們實現、夢想、創造成功的企業 這些平台經濟就是其中的一種 平台經濟要定位精準才有價值 賣點要明確才行 香港近幾年的早餐會和幾十年來的商會 或者行業協會都是平台經濟的一種 從前資訊不發達 線下的活動可以幫助信息的互通 平台可以擴闊人物 令生意業務上升 隨著香港和國外已經發展成非常成熟 生意要去更上一層樓就非常困難 互聯網又將資訊高度透明化 香港這些平台只淪為聯儀性質 對生意的拓展是幫不了手 今天的平台需要突破之前的框框 要明確突出自己的核心價值 還可以在國內複製才成功 因為國內復原廣大 重複性的東西就不會容易飽和 我試下舉一個叫做亞太職業經理人協會做一個案例 那個會定位為行業和職業經理人的標準 每年選出優秀和結出的經理人予以表揚 還開辦相關的課程培育人才 用了大概十年時間左右 就在國內遍地開花 全國就有一百個城市有職業經理人分會 為企業和個別會員提供服務而產生利潤點 分會和準會都可以服務當地 將當地人的質素提升 從而獲取利用 替造一個三贏的局面 香港和香港人需要突破舊有的思維 看看自己有什麼價值 可以讓國內同胞去欣賞 不要經常想著自己當年可以叫多少錢的工資 需要知道價格是建基於自己能夠貢獻多少價值 自身要定好位才知道自己有多少移價能力 光是怨天猶人 不去適應時代的轉變一定會被淘汰 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